队长 麻烦你 跟我牛说 一个 留在他身边 照顾他 还有一个 送到咱们部队来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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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你那么晴晴啊 神經 叔叔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昨天你被敌人的弹片 击中了胸口 情况十分危机 还好抢救得及时 昨天战况热火 你按制法队部队 消灭了没有 属下无能 没能完成你教会的任务 八路军的部队 不负战死 其余的 随杨之华向西突围去了 不过请叔叔放心 我们已经摧毁了 他们的重火力装备 没有了火炮的掩护 八路军的部队 不过是一群废物 再也够不成威胁了 另外我们在打草战场的时候 发现了他们那门 被摧毁的伯父子山堡 山堡在那里 带我去看看 叔叔 叔叔 山堡我已经带来了 就在门口 带我开开 带我开开 门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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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炮拿进来 叔叔 就是这门炮 既然没有炮架 他们还能这样开炮 炮 噢 hist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杨 活着回来就好 大哥是个好样的 不愧是咱们泡兵队的兵 你们都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了 战士们需要休息 你也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我跟大家伙说过了 大家都想多陪一会儿大哥 同志们 这一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 大哥也牺牲了 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 我很难过 你们个个都是英雄 我们战友的血不会白流的 我们要让鬼子加倍偿还 现在你们最需要的 就是好好休息 那回去休息吧 静怀 静怀 报告政委 不明连 顺利完成掩护旅部转移任务 报告政委 不明连顺利完成掩护旅部转移任务 你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但是有很多战士 永远不能回来 我知道 这次战斗 牺牲了很多战友 你们的心里很难过 但不能每牺牲一个战士 都这样哭哭啼啼的 这怎么能行呢 同志们 我知道这次战斗 牺牲了很多战友 你们心情很沉痛 但你们要真做起来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杨长华 命令你的不算回去休息 初华 回下吧 好 炮兵队 所有同志 马上回去休整 明天 我们一起送大哥最后一条 你来呢 好 我为主体休守 同志们 散了吧 散了 乖 回家 你也回去吧 清明 回去吧 大家都走了 这场仗打下来 你也累了 清明 我想再陪陪大哥 一会儿 他的牺牲我有责任 闭上眼睛 都是大哥的影子 清明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人死不能复生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我呢 你会为我难过吗 你会为我难过吗 会流泪吗 会原谅我吗 会 会为你流泪 但我更为你高兴 因为你是个抗日英雄 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会把他都带出来了 对 你 Rhodes 将军 这次我判断失误 让杨志华侥幸逃脱 请将军责罚 池叶军 这次你做得很好 独立立此次损失了重火力 我们削弱他们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过几天 刚本宗教要来我们这里 什么 刚本老师要来 他在士官学校时 曾经做过你的老师 所以点名要见你 所有配同刚本军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请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请将军放心 新口战役之后 太原也相继沦陷 这延细山和魏玉成 十万大军镇守太原 在人数上多余日军数倍 就这么心甘情愿地 把阵地拱手相让 没想到太原 这么快就沦陷了 眼下的形势十分地严峻 对啊 八路军总部 指示我们在敌后 展开拥击战 巩固敌后的根据地 还有啊 杨志华这小子 这件事干得漂亮 这个是 彭总的嘉奖令 杨志华这次以少数人 掩护权旅转移 打得非常漂亮 连彭总都赞赏有加 我这次任务 可哭落他们了 牺牲不小啊 是啊 得抓紧时间 给他们把人员和装备 都补充齐了 另外呢 这两个人 都非常有指挥才能 可以中 等李华兵上好以后 让他去三营当营长 杨志华的炮兵大队 直接扩编成炮兵营 好 加奖令 杨志华同志 带领独立旅直属炮兵队 发扬风格 不会艰险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堪称奇才 直属炮兵队正式扩编为 独立旅直属炮兵营 已是表彰 另外 鉴于杨志华同志 出色的指挥才能和领导能力 任命齐担任炮兵营的营长 你干得不错 这可是彭总特批的嘉奖令 我知道这次战斗中 牺牲了很多弟兄 你心里很难过 可他们也是我的兵 我心里跟你一样 也很难过 这份嘉奖 不能理解为 是用战事的生命换来 这是对你们炮兵队 这次行动的肯定 也是对你杨志华的肯定 这是军人的荣誉 接着 感谢鹏郎总 感谢旅长 感谢政委 另外 与不决定 除了补充新战士以外 特别给你们炮兵营 配备了四门三八式野炮 三十炮炮弹 感谢首长 谢首长 杨志华 你们刚刚转过来 让大伙子散了 好 杨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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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跟你说的那四门炮啊 我现在只能给你兑现一门 为什么呀 剩下那三门炮啊 由于在战斗中受损严重 现在兵工厂修复呢 等修复完了以后啊 我再给你们 现在我只能给你打个白条 刚才 当然战士们都宣布了 您想您又 您这不掉胃口吗 您 咱们旅部啊 现在也只有这几枚野炮了 所有部队都在等装备 你要是不要啊 那我就分给其他部队了 不不算了吧 我 我还是要 要 我送送您 政委 这次炮运队人人都有嘉奖 行动我也跟着参与了 我有什么奖励 这来了一个主动邀功的啊 听说啊 你这次表现得非常好 立了大功 说吧 你要什么奖啊 我不要什么奖励 我就要组织 把我正式调到炮兵营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你喜欢这儿吗 喜欢啊 这儿的所有战士 对我都特别好 像是家人一样 而且我喜欢跟他们一起 出生入死 打鬼子的感觉 我要留在这儿 这 政委 这可绝对不是我 参照他的啊 绝对他是自己 主动要求的 真的 不过呢 他要愿意留在我们这儿 我也非常欢迎 因为您知道啊 这个通讯设备 对于炮兵来说太重要了 我也请求政委 让他留在我们这儿 好 那我个人同意啊 不过师部那边 我据说 好 谢谢政委 也谢谢队长 那你们忙 行 我走了 行 政委你快走 好 好 再见 太好了 我终于调来炮兵营了 队长 你不高兴吗 没有 不是 我就觉得吧 你调过来是好事 但是咱们炮兵队 那台电台 原来我都还给吕布了 你留下来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啊 队长 你这话说早了 有了我呢 你的电台也不远了 什么意思 过来 这是我在昆明跟当地人学习的 虽然赶不上咱们大河的茶道 但是别有一番约为 就我个人而言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老师请愿 入乡随俗马 老师 中国果然是茶的故乡啊 这里 一大物博 物产丰富 所以 我们才千方百计地 要占领这里 老师周扯老累 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 过几日 我再领你去市场 我现在 还真有点 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港村军 囚龙政策的执行结果 学生明白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么神秘兮兮的 请看 电台啊 对啊 哪儿来的啊 战场上捡的 行啊 小鬼子吧 是啊 不过这电台现在是坏的 但我有把握 能把它修好 好 好 那就修 给它修好了 队长 现在知道刘柔有用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有用了 当初你是我 从吕布请来的 是是是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吕布这么抠 把咱们的电台要回去了 咱们自己不是 也有电台了吗 队长 可是私设电台 严重违反军纪 你想好了吗 这是小鬼子的电台 是啊 能够见听到 小鬼子的消息吗 可以啊 还都有 这个 什么呀 鬼子的密码本啊 这连小鬼子 密码本你都有 是啊 和电台一起剪的 你会这闻吗 还好 我通讯班有个姐妹啊 学过日语 她可以帮咱们 这事就咱俩知道 千万别跟我来说 行 那我现在就开始修 对 马上把它修好 好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没问题 那队长慢走 行行行 那你忙 你忙 好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没问题 那我先走了 队长慢走 你忙着了 咱们 tomorrow 咱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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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工厂 咱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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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炮怎么打仗啊 这拉战场上 没几炮就得炸糖 我知道 那我们八路军 没有你们心二师 才他剃粗 这不是有个炮使吗 就不错了 我说杨振华呀 这官是生了 我这家伙事 可这越是越差了 我不来听你发牢骚的 你给我想想哲 就咱们现养的这些炮 还有这些士兵 怎么能够尽快地 提升战斗力啊 我给你说说 你平时不敬主意吗 我给你想一门主意 我没主意 所有的事情 已经安排托档 五天以后 我们要去小草壮大 据点市场 当然了 到时候 我们会伪装成一支运输队 我是大日本帝国陆军部 堂堂的中将 去视察 竟然要伪装成一支运输队 谁要是 被陆军部的同僚知道了 岂不吃下我胆小 老师 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虽然刚存大将上任后 这里的治安 有所好转 可是在乡下 经常会有八路出没 所以 我是军人 不是那些帝国的文官们 自从日俄战争后 我已经很久没上过战场了 真要是碰上八路军 反倒是一件是我兴奋的事 你只要安排好必要的守卫 其他的事情一切照常 是 师座 军统局太原站发来了密电 有消息显示 日本陆军省教育总长 港本荷泰中将 已经秘密抵达了河北 有可能会出现在 我们的房区附近哪 日本陆军省的一个中将 这可是条大鱼呀 命令 侦察营和情报信 密切 重视港本中将的行踪 一旦发现 立即汇报 不得有 是 是 港本中将 叔叔 你找我 港本中将的 安保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从各个部队抽掉了一批 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 应该足以应付 不可后事啊 港本中将 是陆军部的红人 天皇的宠臣 一旦有什么闪失 你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叔叔还有什么吩咐 请明示 陈盟 我希望你要实时提醒自己 我们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我们是外来者 事实都要严加消息 从即日起 港本中将 要以老板的身份代成 他的行程 要用运输队作为暗语代替 另外 港本中将的行程 每次要发布 三条以上不同的路程 让敌人摸不清楚 哪一条是真的 是 来 小 哥 一会儿啊 你们小伍去趟吕布 把电台还回去 再把这袋子白面呀 给慕兰送过去 好嘞 嫂子那儿送一份吧 不用 吕布发的 你嫂子那儿肯定有 跟慕兰说 这个小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让她给孩子坐着吃 好嘞 别让你嫂子知道啊 问问啥 猪脑子呀 你嫂子小心眼啊 这脾气又大 让她知道了 你还不得跟我闹翻了天呀 好嘞 先去 我挺不得的 你不得了 是不是 你不得了 来 铁头 要不你把这东西给李大夫送过就得了 我要上当警卫连 找我老乡有点事 行 那你早就早回 得了 放心 慢点啊 好 王铁头 早啊 你这来我们旅部干啥呀 练的啥呀 这是 那个 我名长让我把电台还个礼物 这是 这是我替老乡带点东西 那 嫂子 那个 你先忙啊 没事 我先走了 铁头 你回去见上你名长跟他说一声 小华天天吵着要见爸爸 你问他什么时候能回趟家 嫂子 你别怪我名长 我刚搬到李家专 对屋上一堆的事 他都好几天没喝酒了 好几天都没合眼吧 那他吃得怎么样啊 睡觉都成问题 那吃就对付一口呗 这哪成啊 那身体不都吃不消了吗 要不这样吧 你一会儿来趟我家 我给他准备点有营养的东西 你给他烧回去 行 那嫂子弄 我先去把东西送给老乡 然后再来找你呗 行 那你先去吧 等你啊 嗯 孟兰姐 孟兰姐 做饭呢 铁头来嘞 孟兰姐 我哥让我给你个小花 带点白面 铁头 跟你们队长说 这什么都不缺 让他拎回去吧 孟兰姐 我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他的命令我哪敢不完成啊 再说了 你不吃呢不还有孩子呢 行 给我吧 做面条呢 铁头 铁头 你没吃呢吧 在这吃点吧 不合适吧 那我先走了 铁头 你跟我还客气 坐那儿 我给你盛碗面 谢谢姐 铁头 小心烫 还是这个味儿 你小子真有口福 我刚做好的面 这死铁头怎么还不来啊 铁头 咱 fruit 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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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小谷 嫂子 那个王铁头没跟你在一起啊 铁头 那不是去李大夫家了吗 李大夫 咋了 没事 忙吧 这什么意思 小父难为无名之吹啊 说的就是呢 弄了半天 咱们现在就一门炮 你说咱们要一门炮 拉到战场上去 还是不能把小鬼子给吓跑了吧 我现在就是急啊 你说咱那三门炮 什么时候能修好 咱是不是想想 是不是能在小鬼子那边拿点 怎么拿啊 就一门炮 炒小鬼子进 再把一门炮给丢在那儿 非得在战场上吗 不过 进来 营长 杜大瓜 营长 蔡晓虹找您有事 什么事 都让您看点东西 我知道了 你去吧 是 走吧 小黄 队长 什么东西让我看啊 就是这些 好 还有 还有这个 营长虹 这哪儿来的电台啊 之前不是还给旅铺了吗 那个 这是我们自己的 你甭管了 这都是营长虹 好 嗨 你跟我说清楚 这哪儿来的 不是说了吗 这儿不自己的 上一次咱们掩护旅部 转移 大个儿牺牲那场战役 这小红啊 从战场上捡的 对了 还有一个日军的密码本呢 是吧 对 那这儿呢 这是违反军机的事 我得提醒你 陆轩明 我跟你说啊 我把你带到这儿来 就没想背着你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说通讯设备 对于炮兵来说 多么多么重要 话说清楚啊 这是你自己干的事 何 那你想怎么着 你想怎么着吧 我想怎么着 我想知道你们收获了什么呀 这几天一共截获了 二百七十条电纹 不过收获不大 大部分呢 都是小分队 向总司令部汇报平安的 还有一些小分队 断了口粮 还有一个伪军小分队 要派往三里台的炮楼驻扎 那这些消息 都没什么用啊 这些是什么呀 怎么都没翻译啊 这些 这些都是一些非军用信息 我看着都是一些商行啊 老板什么的 好像是确定运货路线的 就没翻译 那你是军用和民用信息 一起监听的吗 只是军用信息 那就不对了 小老婆 一般商行的信息 怎么会在军用电台里 报告呢 那你的意思是 小小姐 你看能不能把这些 都翻译出来 好 这些都要翻译 辛苦你了 咱就按杜教官说的吧 好 队长杜教官慢走 我继续工作了 对对 那就不打扰了 好好好 那继续工作继续工作 好 铁头 慢点吃 不够锅里还有呢 够了够了 孟岚姐 你说这都是咋两面 咋你做就这么好吃 好 王铁头 吃挺香啊 邓主任来了 没吃饭呢吧 我给你盛碗面 那我不吃了 好吃吗 我让你上我家拿东西 我等了半天你都不来 何时你躲着吃面来了 邓主任 铁头给我送点东西 我看他没吃饭 就留他在这吃碗面 对对对 我给带点东西 你给带点东西 给老乡的 老乡就住这儿啊 邓主任 李家庄有个乡亲 得给我烧点东西 我这不顺便 让铁头给带回来了 是吧 铁头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赶紧吃吧 吃饱了 把这给你们队俩带回去 走了 莫兰姐 我也先走了 快去忙吧 来 老师 六天后的行程 我已经安排好了 要去白头沟的据点市场 很好 听说 那个地方 是匪患最严重的地方 我正好过去看看 为了老师的安全 我特意从太原 调来了一辆庄驾车 混账 庄驾车 这么重要的战备物资 应该用于战场 而不是用来保护我的安全 我也不用什么装甲车来保护 老师的安全同样重要 白头沟那边 非换猖獗 万一老师有什么闪失 那是帝国的损失 天皇爷会责罚我们的 还是请老师 为我们考虑一下吧 好吧 对了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一切都拜托职业军了 队长 他这 这些商行的信息 我都翻译好了 你看看吧 辛苦了啊 来来来 走走走走 来来来 那考考考考 老板 老板 这也是老板 这老板挺有意思的啊 没事不踏踏实实做生意 天天出去溜的 如果真是日本商行的老板 不好好做生意 整天我们爱跑 光接近 注意到了吗 好 每次出门至少三条路线 他三条路逼啊 我想只有一种可能 他为了迷惑别人 不知道他走哪条路 好 那要这么说的话 那这肯定是 小鬼子的运输队啊 他就是被咱们给劫胖了 迷惑咱们的吗不是 对了 这最新的店帮上说 这个老板 六天以后又要出门 哪条 这条 这条 那如果真是 小鬼子运输队的话 那 那我最近正为这个 武器和装备发愁呢 这不是给咱们送一份大礼吗 好 可是他现在有三条路啊 他会走哪条啊 不是 刚才说的是这条路 这条路 这条路不可能走 这条路呢 有两股土匪 还有你们国民党的一个骑兵营 在这儿驻扎着 这条路肯定不会走 那么剩下两条山路 如果咱们把这条给炸毁了 那小鬼子 就只能走这条 怎么了 不行 程总啊 我不得不承认 我真的开始佩服你了 这这这 真的 这种阴招和损招啊 要不是一肚子坏事的人 真想得出来 肚子小了都放不下了 你这就不对了吧 要跟小鬼子打仗 不用那么光明磊落的 对不对 对 别高兴太早 我估计你可能忘了一件事 是吧 咱们只有一本炮 怎么等 这 炮兵连队在你的教导下 发挥得不错 听说你还接受了 沿西山的一个兵工厂 规模还不小啊 是的 这就是贯彻天皇提出的 以战养战 嗯 兵工厂开始恢复生产了吗 之前留下了一批钢材 马上投入生产 还有 我设计了一款新式火炮 你又开始投产了 哦 真的吗 我现在 有点迫不及待的 要看到你设计的火炮啊 钢本老师 只要实验成功 我会邀请钢本老师 亲自示炮 好 好 就这么舍定 请 这一回来啊 就有账打 当然是好事 可是咱们现在 货力是不够啊 你看 这赵技术员给我的清灯 需要这么多铜材和钢材 才能修好咱们的泡 咱找点弄去 这浑身不让尿给憋死了吗 这不是 你俩要密谋什么呢 杜铁哥 怎么样 这三门炮什么时候能修好 别提了 看看吧 这什么呀 指导员啊 刚从兵工厂 拿回赵技术员的清单 说要修好那三门炮啊 修这么些的铜材和钢材 不 却这么多 好 我跟你说啊 我认为啊 我跟清明 我们俩分析的 一定是有道理的 就这什么日本商行啊 肯定是一个 鬼子的日出队 你说说 咱们现在火力不够 只有一门炮 那肯定是打不下来 这眼看着 这不是主头的鸭子 就飞了吗 可不是是吗 是 行了行了 你们俩别在我面前演戏了 我去找我哥 他一定有办法 哥 我去不知道 把你感到间调的话 来 我去找我 我都要去找我 我再来跟检查 我想把你帮你 我去找我 你帮你找我 我去找我 你帮你帮我 我去找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 bridges 李军走得是越来越近了 你是不是已经快忘了 你到底是姓国还是姓贡 大哥 我这怎么会忘的 可你知道 只要有了这批材料 就可以修好大炮 就可以把小鬼子的运输队给打结了 那就有我一份功劳 是有你一份功劳 但最大的功劳 是他杨志华 别忘了 杨志华是我们的仇人 我为什么要帮他 这不是帮他个人 这不是国共合作吗 国共合作 秦铭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 对待杨志华 我不可能提供任何的帮助 大哥这么做 不是针对你 当初 我派你去拔洛军处 担任教 也是拳一之计 怎么 你还真的想帮助杨志华 把拔洛军的炮兵队壮大起来 听我说 从今往后 不要这么认真 在拔洛军那边 撞到样子就算了 你放心 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会向魏司令警求 让你拔洛军的